这里是三千多年前一个伟大王朝的故都 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在这里发现 这里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 庞大的地下博物馆琳琅满目 这里曾是一个繁华的大国都裔 洋洋王都的大国气象在这里充分彰显 这里就是河南安阳殷墟 近百年的考古发掘 如何解锁三千多年前的文明密码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 在殷墟宫殿宗教区东边 靠近福安河的地方 由于小屯村准备在这里盖房子 所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站站长郑镇乡 便带领考古人员在这里进行探查 郑镇乡曾主持发掘过 目前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 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富豪墓 拥有丰富的发掘经验 所以一到现场 郑镇乡就组织人员高效地工作 很快就有了发现 结果一探就真的大方子出来了 我们就发现了是大型建筑 它已经探出来了 探出来是面对潮南的一个房子 就后来因为门道也出来了 后来一看就说这个 而且两边都住就动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就挖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刚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改革的春风正开始吹进千家万户 如同春雷唤醒大地 激荡起一个民族 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 各行各业都热火朝天 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在考古领域自然也不例外 从1928年殷虚开始科学发掘以来 一直到1973年 殷虚的多次发掘 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 通过考古实证了殷虚 是商王朝晚期的都役所在地 然而这个商王朝晚期的大国都役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它都有什么样的建筑和布局 都役到底有多大 居民又是怎样生活的呢 对于这些疑问 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 并没有完整的答案 直到八十年代 郑振湘在小屯村的这次新发现 才使殷虚的进一步发掘研究 有了重大进展 在此之前 殷虚共发掘出了53座大型建筑机制 它们分布在南北长1000米 东西宽650米的区域内 这些大型建筑虽然建造年代不一 但却都经过精心的规划和布局 它们被认为是殷虚的宫殿和宗庙建筑 然而 一时以来 令考古学家感到困惑的是 为什么这些宫殿宗庙建筑 有的是南北走向 有的却是东西走向呢 直到郑振湘的这次发现 考古学家们才恍然大悟 这座新发掘出的建筑机制 被命名为54号凹形遗址 它濒临环河西岸 整体呈凹字形 缺口向东 包括南北西三组机制 可当考古学家对这个凹字形的大型建筑机制 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时 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这三组房机构成了一个半封闭状的建筑群 面积达5000平方米 结构严谨 构思精巧 已具备了中国四合院的雏形 四合院 这种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 是一个院子四面建有房屋 从四面将庭院合为在中间 顾名四合院 这种建筑格局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独有的文化 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主要建筑格局 这所具有四合院雏形的54号凹形机制的发掘 引起了考古学家对之前所发掘的53座机址的建筑格局的思考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考古学家对这53座机址的部分区域进行重新揭露和清理 不出所料 他们发现 原来这53座机址 也是由一座一座四合院构成的建筑群 所以才会有的建筑机址东西走向 有的南北走向 我们发觉一般的商的殷序实习房都是四合院 只要地位有点身份 都是正北市正房 两侧厢房 南边入院子 不只是四合院格局的大型建筑 考古人员在宫殿宗庙区 还钻探出了超过十万平方米的池院遗址 池院内有湖心岛 岛上也有一排排建筑 根据考古勘探 其他贵族家庭也应是这样既有四合院 又有池院风景的布局 三千多年前的商代 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 王室和大小贵族就居住生活在 有池院风景的大型宫殿建筑 以及众多的大小四合院建筑中 那么一般平民 手工业者及奴隶又是如何居住的呢 2003年4月至2004年5月 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 由河南省文物局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联合组成殷须校民屯考古队 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的王威为总领队 带领数十位考古学家 上百名技工 在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进行发掘 孝民屯位于殷墟宫殿宗药区西部 逾2.5公里 它的西 南 东 三面 已被一个钢铁厂房包围 为配合钢铁厂的厂房扩建 考古队在这里进行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的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殷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 03 04正好是非典期间 位相非常深 计划地把校民屯 包括居住者全面地接触过的 所以这次应该说是 对于认识殷墟的文化内涵 尤其是王之外的中下层人们的生活 包括手工业 作坊的 这个工人们的生活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与此同时 在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 由安阳市政府委托西北大学等单位 联合编制的 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 也在这时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此外 安阳市还相继颁布了一系列 关于保护殷墟的具体措施和规定 为殷墟建立了实行科学保护 与有效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王威这次为期一年的大规模发掘 正是在科学保护与有效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下组织的 这次发掘 发现了商代晚期的聚落 发现了板渝座半地学室居住机制 还有筑同作坊 家族墓地等 出土了大批文物 除此以外 在郭家湾新村 大司空村东南 刘家庄村北 小庄村西等地 也都曾发现地学室 半地学室 及夯土建筑机制遗存 越来越多的房屋和普通的手工业作坊机制的发掘 商代中晚期平民和工匠 奴隶的生活居住情况逐渐清晰起来 和贵族所住的四合院士的房屋不同 他们的房屋不仅大多是地学和半地学室的 而且更像是集中居住的 好像一进门 什么是个小的厅 有那么十几米 然后周围分出了几个小房子 有的两个 有的三个 我们就管的叫三居室 一室两厅三厅 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工匠 因为不是一家一户 它很可能是比如说集中在这居住 在这些房屋机制中 门厅以外的其他房间 大多在一侧发现土台 显然是用于睡觉的炕 绝大多数房间都发现数量不等 且保存基本完好的火灶 不少房间还保留有实用的生活器皿 平民聚落的发掘 形象直观地展示了商代晚期 生活在都城的平民的生活场景 房屋虽小 但布局设计中 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与规模宏大 制度严格的公式建筑与生活 形成了鲜明对照 可现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发展顶峰的 商代晚期社会结构的极具分化 社会等级的森严 当时的社会结构 但是这上面有王 商王下边有很多中层的贵族 中层贵族各有各的族裔 它有它的家族 聚族而居 聚族而葬 然后甚至有些手工业专 也是有 比如说这个族主要是做铜器的 这个族主要是做车马器的等等 就是这样区分的 很多个族裔在商王的宫殿地周围分布 聚族而居 聚族而葬 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组织和生活居住方式 在校民屯以及其他很多地方 还发掘出很多家族墓地 这些墓地有大有小 墓地中的墓葬少则数十座 上百座 多则上千座 在这些墓葬中还发现有很多车马坑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 发现的车马坑已达百余个 这说明马车是殷商时期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高贵的坐车 马车 赶着马车走 有道路吗 有马车就有道路 然而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 好几代考古工作者在殷墟 先后发现了亡灵区 宫殿区 手工业作坊区遗迹 却一直都缺乏将发现的这些遗迹连接起来的筋骨 鹿瓦或者水瓦 在安阳市殷墟博物馆 收藏着一件来自三千多年前 殷商时代的陶制三通管 无论是外形还是公用 它跟现在用于排水的三通管 有异曲同工之妙 行动国成立之前的殷墟发掘 发现了大量水渠的遗迹 在行动国成立之后 又发现了陶制的三通管道 这个在成熟规划 还有中国的这个古人 包括他的除了营建之外 他还要考虑人的生活 那么怎么会更好地建设 这样一个移居的城市 那么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 一个更好的移居的城市 是什么样的呢 这件1972年出土于安阳殷墟 白家坟的陶制三通管道 表明当时作为都议的殷墟 应该有复杂的排水系统 那么也就很可能会有形成网络的水系 以及道路系统 唐继根现为南方科技大学讲习教授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站站长 曾主持殷墟考古25年 在他看来作为一座都议 肯定会有与都议相匹配的路网和水网 为此唐继根特别研究了 阴墟内与路网和水网相关的遗迹 1997年在宫殿宗庙西南方向 发现了一段人工干渠 2004年又发现了一段人工干渠 从工程规模和施工标准上看 这两段干渠属于同一条渠 多年间陆续发现的数段水渠 经考古研探证实 竟然是同一条大型人工饮水设施的 不同渠段 这条总长约2500米的人工水渠 自环河饮水而来 最宽处由5到6米 深2.8米到4米 从西北向东南贯穿阴墟 在阴墟宫殿宗庙区南部 约1500米处分出多条枝渠 干渠与枝渠的平面分布形状 犹如半棵树的树枝 因此唐继根等考古学家 将它称之为树枝状水系 水渠 水网很完整 附近还有做法 居民点散步期间陰墟 道路系统发达 甚至发现道路跟水沟相交的时候 还要架一座桥跨过水沟 树枝状水系给陰墟的城市布局 带来了深刻影响 陰墟迄今发现的筑筒 治谷 治桃 治玉等作法 都分布在树枝状水系的枝渠附近 这说明水系主要是为了服务 当时手工业用水的需要 不仅水网密布 在水网和居民点作坊周边 也是道路相对发达的区域 两条南北向和三条东西向 宽十米至二十米的道路 构成了阴墟时期 两纵三横的路网格局 另有多条宽一米至三米的 一间小路 在各个居民点内部互相连接 这些路面还都使用了土渣和碎桃片 进行了硬化 然而作为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 自1928年开始考古发掘以来 却始终未发现它的城墙踪迹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2016年4月 为了配合安阳市西北绕城高速工程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位于阴墟宫殿区东北部 直线距离十公里处 安阳县新殿村的西南 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 规模最大的晚上筑铜遗址 这个新殿筑铜遗址 南北长1400米 东西宽750米 在整个聚落面积 超过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不仅发现了4万多块逃犯 还发现了大量的筑铜工具 筑铜作坊 以及筑铜工匠的木葬 另外还发现出土有大量的 青铜兵器工具等 超过近100万平方米 这样一个大型聚落内 具有大性的上代青铜区 也连着的工厂 其实简整的我们说认定的 就是殷居是一个低民族化的 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 早期城市这样一个性态 殷居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化 或者一个整治化一个城市 它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 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 或者使一些高水平的 最高水平的一个神坛 这样一个基地 不只是殷居东北部 2019年在殷居东南方向 大约10公里处 也发现一个300平方米的 商代筑铜遗址 2021年又在殷居东南方向 大约12公里处 发现了一个商代晚期聚落 在这个聚落内 发现了商代的房积 道路 灰坑等等 也发现了一批墓葬 出土有商代的青铜礼器等等 在殷居外围 大型铸铜遗址 以及聚落的发现 对于了解这个商代晚期都城的 布局和范围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殷居核心区是有重重做法 但是现在外围发现一个规模 跟它差不多大 甚至更大 那么重要的一个作法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商王朝对这个都城的理解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祝个城给它宽住了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商朝人 把自己这个都城叫大义商 这个原因 殷居古称北蒙 史籍中又称为大义商 在甲骨补词中就有心卯 亡于天义商无的表述 上书多事也有 似于赶求尔于天义商的记载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 天与大通用 天义商也就是大义商 形容阴商都城规模宏大 是商朝人对他们国都的美称 英虚对于商王朝人讲 他不叫 他肯定不叫英虚 叫什么 他叫大义商 对于商朝人来说 英虚就是大义 商朝的大义 商王国的大义 大义商 因此很多专家认为 作为商代晚期都城的大义商 可能根本就没有建造过城墙 于是他们的都役 也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和范围 而是一种环状 开放性的城市合局 从现在来看 我们母县科目发言来看 一许这个范围的话 母县东西应该有将近20公里 南北也有20公里 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应该有 死白乒乓公里 可以说这个城市的范围 可能要怨言大于我们现在 岸石区这样一个范围 根据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结合甲骨文的记载 三千多年前 这座商代晚期都役大义商 不止它的城市布局和范围 还有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 以及它背后的王朝 都得以更加细致入微的还原 恍惚间 商王朝仿佛从地下苏醒 巍峨的宫殿宗庙区 商王在举行大型祭祀 宫殿区外 树枝状的水网密布在聚落和手工作坊间 四合院建筑以及地学半地学士房屋的居民点 兴罗齐步 以足为单位的贵族及平民居住期间 等级分明却井然有序 两纵三横的道路上马车奔驰 行人你来我往 俨然一座布局河里 人口众多 手工业发达的繁华都役 这个都役核心区 人口和建筑比较密集 越往外 人口和建筑越分散 从几万增加到十几二十万 增加的不光是人口数量 还有背后能够满足这些新增人口的粮食生产 面对如此多样的粮食 那么当时的人主要都吃些什么呢 小米为主 有没有肉食 有牛 猪 羊 鸡 全都有 作为三千多年前 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王朝 它拥有规模宏大的都城 雄伟的宫殿 完善的设施 众多的人口 发达的社会经济体系 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繁华都役 是一座气势宏伟的泱泱王都 也是一个辉煌王朝的缩影 另外呢 它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大 当时的文化呢 也非常发达 所以说各方面吧 应该说政治 经济 文化 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应该在世界上 也是为数不多的 龙律的大国 强国 经过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努力 阴虚的考古发掘 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 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确立了阴商社会 作为信使的科学地位 对于中华文明的溯源 对于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和自豪感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6年7月13日 经过中国各级政府 和众多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 在世界遗产委员会 第三十届会议上 殷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共中央国务院 历来对安阳殷虚保护工作 十分重视 将加强安阳殷虚移植保护 明确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河南省也高度重视 殷虚保护工作 2021年5月 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 河南省安阳殷虚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 给殷虚移植的保护 以大力支持 此前在国家和河南省的支持下 安阳市启动建设 殷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建成后将呈现一个完整的 三千多年前的殷商都议布局 曾经辉煌的王朝将再现昔日的繁华 几千年的时光流转 殷虚及它背后的商王朝 上成一千多年四方文明汇集的趋势 下棋三千多年连续不断 多元一体文明的格局 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绵延布局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